吃平肠鱼喽 大家好,我是山村社书 今天朋友水库鲜鱼 到了八九公里大花梁 再配上两个平肠,咱们今天吃平肠鱼 开中,趁它发呆 先把它处理了 鱼鳞刮干净了 给鱼开盘去塞 把鱼洗干净,用这里的黑毛扣掉 把鱼肉剔下来 鱼骨斩成刀 把鱼肥也剔下来 鱼肉片成片 准备点村姜,倒上料酒 抓住村姜汁 抓好的村姜汁倒上 胡椒粉,淀粉,蛋清 都给它抓匀了 鱼骨上也倒上村姜汁 胡椒粉也抓匀了 抓匀,就给它腌制一回 非常地夹面 醋 它仿佛抓粘 把粘液抓下来 夹羊 白酒 这一包主要是去腥 翻过来把上面的油脂撕掉 油脂撕掉,油面子洗干净 再给它翻过来 焯水去腥 放上村姜 倒上料酒 把风膜撇掉 水焯好了 捞出来 肥肠再次下锅 放上村姜 准备好的馅料 再来点干辣椒 料酒 生抽 加糖 加糖水 加盐 调味 火加上 把鸡船剪刀卷一下 鸡船卷一下 鸡船卷好了 出锅 锅烧热 来点油 锅里来点羊 一会就不容易干过了 把鱼头先煎一下 煎上一分钟 再翻个面 把鱼桂也煎一下 下入姜蒜爆香 来一把花椒 下豆干酱 烤出灰油 再来个火锅鸡料 倒入肥肠煸炒 下水 生抽老抽 再点蚝油 盐烫胡椒粉调味 放入鱼骨 鱼头 汤都冻白了 出锅 来老婆子 成长的皮肠鱼 好 我先吃块皮肠 嗯 哎呀 先喝 来下个鱼肉吃 好 鱼肉熟了 我每天吃几片子 好 这鱼肉越吃越咸 来干杯 吃爽